目前全球累计有超过170个国家 30多万人确诊感染新冠肺炎 凤凰卫视联合蒙马基金会华大基因 发起火眼实验室捐件 以及新冠病毒的核酸检测试剂盒 全球捐赠行动 星期一三方进行了远程签约 将共同努力支援海外疫情防控 在北京凤凰中心和深圳华大基因总部两地现场 火眼实验室捐件 以及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全球捐赠公益行动 由三方代表通过远程事项 正式签约达成合作 蒙马公益基金会将在募款资质范围内募集上款 捐件华大基因火眼实验室 华大基因将捐赠检测试剂盒 和对火眼实验室提供技术指导和必要的建设工作 凤凰卫视则利用媒体全球影响力 共同发起全球抗疫公益行动 并且寻找和推荐符合捐赠条件的 政府医疗机构和公益机构等 在武汉的这个火眼实验室 它的设计能力达到了两万例每天 那这样的话 其实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 它就完全发挥出它的这种 高通量的产能优势了 因为从中国的抗疫经验来看 各个国家在爆发的初期 最开始是缺尸剂 第二个陷阱 有尸剂没检测 所以这个需要去输出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进而帮助这个国家去应对 这突如其来的疫情 签约方也说 未来希望能够在病毒监测 自然保护等更广的范畴内 与全球机构合作 推动建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人类的命运共同体 其实首先要对于自然的保护 这些动物的 它们的这个病毒 能够直时的建立一个监测系统 以防止传染到人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监控系统 是未来不仅对于人的疾病的监测 是还有动物植物 像野生动物保护 这些都是一个 是一个无形的一张生命的网络监测 截至到3月22号 华大基因生产的 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 和国际订货量 已经超过百万人份 覆盖了70个国家和地区 并且已经陆续运抵了 日本 文莱 泰国 阿联酋 埃及 秘鲁等地 凤凰卫视 张熙 李廷生 童虎 深圳报道